在第二次世界期间,曾经有一班14岁的学生,他们坐一架飞机在太平洋失事,跌了到岛上,政府司机都立即死亡, 但这班学生竟然是生患,没有损伤,可以说他们是被放逐在沽岛上, 在沽岛上是没有人的,只剩下那班清烈,起初什么事都没有,他们很享受自由自在地,享受探险的生活, 挺有趣的,我们在一个岛上,我们说了事,很开心,但是慢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, 他们开始吵架了,争吵了,意见不同了,于是分为两党人,慢慢慢慢甚至开始互相仇杀,变成野人, 其中一个重点,我们发现的就是,没有了规矩,人的本性是会趋向暴力的,没有了法律去指引我们, 没有了法律,社会就变成了森林,森林里面没有东西是神性的,没有人是会被尊重的, 你做什么都可以,杀死人都没有人理你。 古时的犹太人都有这些类似的人生哲学,即是他们相信法律是需要有的, 如果以色列是要生存,和能够成长,成为一个大国家的话,是需要有法律指引, 旧约圣经,伊斯特拉,夏卷,曾经形容,群众聚集在一起, 聚集在一起去聆听京师解释法律书,由那时候开始, 研究法律就变成了很重要的专业,当时古时的律师就称为京师, 经师的责任就是去研究法律书,和如何将法律用到每日生活的细节上, 比方法律书说安息日不可以工作,如果工作就是犯罪, 如何用这条法律用在行路方面呢?行路有没有罪呢? 如何才是罪,如何不算呢? 如何走多少路才不是真正的运动,不是行山,而变成工作呢? 变成工作是犯罪的,是行山没有罪的, 所以他们用很长时间去研究了,结果他们就画了一条线在这里, 整条线围住法律,让人们不要踩到红线, 踩到红线就会拘捕你了, 那他们怎么说呢?他们说如果走半里路就OK, 安息日走半里路就不是犯罪, 踩过界,不小心踩过界就是犯罪, 为了避免有些人不小心踩到红线, 他们说最好走五分之二,半里都不要了,很危险的, 走多两步就拘捕你了, 这些这么夸张的法律主义, 有个当时的读法律的学生, 他就给了评语, 这个法律学生后来很出名, 写很多东西,解释法律应该如何, 这些学生他说,当那些经师, 用这么多时间去逐条逐条法律, 加研加造,加到最后写完之后, 结果变成五十冊很厚的法律书, 里面全部都是规矩, 你不是律师, 你有没有时间去看散, 有没有时间去遵守呢? 结果就是怎样呢? 结果就是普通的法性, 普通的以色列人, 放弃了守法律, 他们很失望, 如果要守这么多东西, 才令到天主要开心, 我失望了, 我做不到, 我要上班, 我还有很多东西做, 所以法律书, 变成那些有限心去看, 和遵守的小部分的人, 大部分的人, 是觉得我守不了, 五十冊后书, 这么多法律, 我怎样记, 你做律师都记不到, 都要打开出来看看, 结果的话, 这些很不幸的平民百姓, 就被那些经师和法律所人排斥, 赶他们出色党, 说他们是罪人, 你日日都犯罪, 走多两步都是罪, 看不起他们, 不准去参加罪户。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, 耶稣为何对那些经师和法律所人, 这么恶, 因为他们曲解了宗教, 将宗教变成很多很多的规矩, 我们都可以明白, 为何在今天的福音里, 耶稣说那些经师法律所人, 将很重的担子, 压在人家的肩膀上, 自己一手指尾都不行, 他们是导师, 我做什么都可以, 你们要做了这么多事。 相反, 这些法律主义, 耶稣带出了爱和宽恕, 他说, 宗教的心, 不是一大堆的法律, 不是一本很厚的书, 那些法律里面全部都是规矩, 宗教的心是充满了爱和宽恕, 是人人都做到的, 法律主义人要求的是很多人做不到的, 而耶稣要求的爱和宽恕, 是人人都有力做到的, 耶稣将全部的法律缩了两条, 第一条就是爱天主就是万有之书, 第二条就是爱人与己, 你做完这两条, 已经包括了所有的法律, 本句话来说, 耶稣说, 如果你有理由要加顶一些法律的话, 而又走出了爱天主义, 爱人这个范围, 你就是曲解了法律的原意, 曲解了宗教的意思, 圣布鲁宗徒本身都是法理财, 但他归化之后, 他整个都不同了, 在格兰多前书, 他解释了爱是什么, 爱是咸人, 爱是慈祥, 爱是什么, 全部是爱, 所以爱做了所有的事, 还有什么你欠缺呢? 德兰修女, 他将爱和法律作出平衡, 还有在实际生活上, 应该如何做? 他说,每一个人的使命, 就是爱的使命, 由你站在这里的地方开始, 去到最接近你的人, 接着一直扩散出去, 是爱的使命, 你要人来到你的家, 是看到你的家里, 充满了爱和同情和宽恕, 如果有人来到你的家的话, 你不要令到他走的时候, 是觉得不舒服, 你令到每一个人, 离开你家的时候, 是好一点和开心一点, 所以如果你家里充满爱, 充满同情和宽恕, 人离开一定会觉得很舒服, 很想学, 德兰梢女正说,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, 面对面去见天主的时候, 天主会审贝我们, 是关于爱, 天主不会问你, 在世上做了多少事, 他只会问你, 你用了多少爱心, 在你做的事上面, 有些人做很多自善的事, 因为他是为了名誉, 不一定出于爱心, 当然很多人出于爱心, 所以要留意到, 爱才是重心, 你做多少威衰的事, 天主也不计计, 你那些威衰, 有没有爱心在那边, 天主才会计计, 所以德兰梢女就做了平衡, 将爱心放在我们工作上, 让我们在守法律, 和爱之间, 作出平衡, 法利赛人强调的是守法律, 而主耶稣强调的是爱和宽恕, 满全了全部的法律, 所以我们从这里, 我们会看到耶稣的教训, 是否给我们压力, 好像祈祷那样, 祈祷有分公共的祈祷, 和私人热心的祈祷, 利赛就是公共的祈祷, 我们要一起, 但也有分哪些是神父念的, 哪些是教育念的, 不要拿着神父那些, 神父经过天主祝圣, 如果你念完神父经, 神父经过天主祝圣, 那你圣念主祝, 自己的圣念就救了, 可以吗? 那又叫神父圣, 你成圣看, 躲起房间开尼撒, 你都不相信自己, 是吗? 你尊重神父给了一些使命, 给一些人, 我做回教育的部分, 我做回神父的部分, 我做回读经的部分, 我做回唱经的部分, 那这个就是和諧的教育, 但是有很多人, 将那些私人热心敬礼, 就变成一个压力, 到处撿一些经文字出来, 你要念这些, 念这些, 念这些, 你也要念, 不念落地獄, 那些热心是好, 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同, 那些你躲起房间自己念, 不要让别人一起跟你念, 所以他分了两样东西, 热心还是热心, 你逼人一起, 这个就是压力, 跟今天耶稣讲的重担, 压在人家那里, 有什么分别? 所以上主的话, 如果我讲的, 看回刚才圣经, 是上主的话, 你听, 不是上主的话, 你甚至可以骂我, 打我, 没问题,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, 是天主的说话, 而那些, 要逼人做这些人做的, 是经思法理所人的说话, 不会落地獄的, 放心, 我告诉你, 天主看你有多少力量, 你做了多少就多少, 你念了整篇经也可以, 我领了圣体之后, 我只说两句, 天主, 我想为中国祈祷, 天主一定赚你, 好, 好乖, 我会听你说的, 你放心, 我会祝福中国, 祝福香港, 那是否祈祷? 是否念了这么多才是祈祷? 不念是否犯罪? 有些经文是从心里面的, 耶稣说你心里面, 向你的天主讲, 天主一定会听, 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个人, 有些时间是一切经文, 有些时间是空间, 是要被人私底下去感谢天主, 这个更加震慎, 所以各样都是好, 整袋十几尾菜都是好的, 为什么要逼你吃了这么多味道? 有些我吃了会吐的, 不是多就行, 是爱心, 不是上主的, 关于问题的一句话。